哈囉 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今天要分享的是這一場滿新部落戰下半場的進攻 也就是高本的進攻 我們現在先來看看第一場 是由烏魯他所帶來的天女野豬流 他一共帶了25隻野豬 3罐補血 2罐狂暴 先在4點還有1、2點的外側盲區的地方 用弓箭手還有小插銀來幫天女斷邊 天女是下在大約靠近2點的這個位置 先下出女王 然後用一顆黑球幫忙先探一下有沒有空中陷阱 確定沒有空中陷阱之後才把天使下出來 接著用一隻黑胖幫忙扛住火力 再用炸彈人開牆 在這邊要讓天女走進去 同時也準備要將對方的城堡援軍 引出來給天女處理了 那他引援軍的方式 是在10點外側的地方下一隻寶寶龍 打掉外圍的炸彈塔之後 再用野豬將對方的援軍引出來 不過可能是因為太專心在引援 還有準備要下毒藥了 所以完全沒有注意到我們女王這邊的情況是非常的危急 等到烏魯注意到女王的時候 丟下這瓶狂暴法術已經來不及把他救回來了 我們的女王是連技能都還沒有開 就直接死掉了 非常的可惜 但是因為對方的援軍已經被引出來了 所以在這邊完全沒有思考的時間 必須要硬著頭皮就上了 烏魯趕緊下出了蠻王還有藍胖 然後在前方下了一罐補血法術保護他們 我們的天使是非常幸運的活了下來 所以繼續的再幫我們的部隊補血 在這邊繼續丟下一瓶狂暴法術 讓我們的蠻王藍胖前夕部隊 繼續再幫忙多推掉一些建築物 接著我們的野豬部隊就準備要進場了 野豬是從大約五六點的外側 開始順時針的點放進來 那因為剛剛已經用掉一罐補血法術了 所以現在手上只剩下最後的兩瓶補血法術 必須要小心的使用 其中一瓶補血法術就是丟在靠近對方火塔的這個地方 保護我們巨堆的野豬群 那對方的陣型所剩下的結構當中 只有九點的這座法師塔旁邊 還有一個可能會藏有大炸彈的空間 那這批野豬呢 果然在這裡就是踩到了一個大炸彈 所以逼我們必須要在這邊 再把最後一個補血法術也繳出去 這樣子一來 對方就只剩下最後一座法師塔 會對我們的巨堆野豬有威脅 但是我們的走位非常的順利 這座法師塔正在打著一隻 我們被天使補血的黑胖 所以對我們的野豬是完全沒有威脅的 野豬可以順利的把法師塔拆掉 然後剩下非常多的野豬來幫忙收尾 哇這場真的是有驚無險啊 一開始的天女失誤 但是活下來的天使 還是繼續把我們的部隊補血 讓我們的前夕部隊 可以幫忙打掉非常多的建築物 最後拿下這場三星 非常的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進攻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Mini的這一場進攻 它對上的是一個10.5本的陣型 它先在靠近6點的外側 下了一隻寶寶龍還有黑球 然後再靠近7-8點的外側 先下了一個黑球幫忙先探一下有沒有空中陷阱 接著放出黑胖還有天使 讓這隻黑胖幫忙墊刀 後面才跟上了女王 這隻黑胖還同時把對方的城堡援軍引了出來 在這邊直接用一罐毒藥 要讓我們的女王解決掉對方的城堡援軍 黑胖在死掉了之後天使會換手形成天女 在這邊看起來其實天女的血量應該算是安全的 可以把對方的援軍給解決掉 但是在這邊為了保險起見 Mini還是丟了一罐狂暴法術來保護我們的女王 現在我們的女王在打掉了靠近8點內側的 這些防禦建築物之後 準備要往6點的方向前進 那Mini他會準備在大約靠近5點外側的地方 下出我們的部隊來跟我們的天女會合 然後一路往3點的方向推進 現在女王準備要繞過6點的這個地方了 然後Mini在5點的外側 陸續的下出女巫、皮卡、蠻王還有藍胖 準備要跟天女會合一路走到3點的地方 等到這批部隊把從6點到3點的建築物 通通都清掉了之後 我們手上剩下來的最後一隊武神部隊 就可以藉由跳跳法術 跳到對方陣型的核心 秒掉對方的核心防禦建築 這批推進部隊有大約10隻的藍胖 然後在前方還有蠻王跟皮卡在扛住對方的攻擊 所以其實推進的火力還有速度是非常的驚人的 現在蠻王開了技能 要趕快清掉大約靠近3點還有2點外側的建築物 讓我們的武神可以早一點進場 我們有幾隻落單的天使在後面被對方的女王給攻擊 那現在下了幾個炸彈人 在4點的這個地方開了缺口 然後下出武神來秒掉對方的女王 看起來武神應該可以順利的 跳到對方的陣型核心裡面去了 所以在這邊下了一塊跳跳法術 讓我們的武神跳進去 配合狂暴跟補血 讓他們秒掉對方核心的這些X母電塔 還有兩座火塔 現在我們的女王跟藍胖走到陣型的裡面來 在陣型外面的地方還有一隻皮卡 在繼續收掉外圍的建築物 那我們的武神非常爭氣 一下子就秒掉對方核心的所有防禦建築物了 那女王的血量正在慢慢的被補回來 最後一罐狂暴下在這邊 同時下在我們的女王藍胖部隊身上 還有我們的皮卡身上 所以推進的速度還是非常的驚人 現在我們的天使雖然死光了 但是我們還剩下的女王皮卡還有武神以及藍胖 所以收尾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最後所有的部隊就是在靠近9點的這個地方 收下了最後一座工人小屋 拿下了三星 非常的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進攻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黑輪的進攻 他選擇的一樣是這個2號的對手 跟上一場是一樣的 因為這場部落戰我們還有多餘的進攻次數 所以黑輪他是選擇同一個對手來繼續的練習 那他跟上一場mini所帶的配置是類似的 不過他沒有帶皮卡 他選擇帶的是一小隊的野豬 他的援軍用的也不是藍胖 所以是有稍稍的不同 他一樣是在大約靠近7、8點的地方 下了一隻黑胖電刀 然後後面跟上了女王 把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 用一罐毒藥來處理他們 黑胖死掉了之後換手形成了天女 那天女把8點內側的這些防禦劍組打掉了之後 一樣是會往6點的方向前進 黑輪他帶的這個部隊配置 雖然沒有自己做皮卡 但是他的援軍裡面有一隻皮卡 等到他的天女走到大約靠近7點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在7點外側的地方下出了蠻王皮卡 還有黑胖藍胖 讓這批部隊繼續往3點的方向推進 哇他在這邊是很早就將這個跳跳法術下出來了 然後在靠近4點的地方下了一罐狂暴法術 加快我們部隊推進的速度 然後在這邊順便用炸彈人開牆 等一下讓我們的武神從4點的這個城牆缺口走進去 好現在我們的部隊推進到大約靠近3點的這個地方 然後黑輪他已經準備要開始下武神了 哇這邊武神在剛下出來的時候看起來有一點點的嚇人 還以為他們要跑歪了 但是還好最後所有的武神是幾乎通通都走回來了 跳到了陣型的核心裡面去 那一樣是為他們一罐狂暴跟一罐補血保護他們 並且其實在陣型中間的地方有丟一罐地震法術 先消耗一下對方核心的這些建築物的血量 現在在靠近9點外側的地方先將野豬部隊下進來 幫忙先打掉一些側邊的防禦建築 我們的蠻王跟皮卡是在大約靠近1點的地方自己開牆進來 跟我們的天女會合要一路再走到大約靠近9點的地方 我們的這群野豬非常的可惜 因為沒有補血法術給他們使用 所以最後是直接全部死光了被對方的法師塔給打死 但是他們也不是完全都沒有功勞 他們把靠近9點的這幾座防禦建築物通通都打掉了 減輕了我們的部隊收尾的壓力 所以最後我們存活下來的部隊數量是非常的多 在大約靠近3點的地方收尾拿下了三星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進攻 最後這場進攻我們來看到的是Joe 他所帶來的11本三星進攻 他帶的部隊配置是幾乎地面流的配置 他在靠近3點外側的地方下出了天女 然後在大約靠近2點外側的地方先下了一隻寶寶龍 然後再下出黑球來幫忙先打掉靠近2點內側的這些劍塔還有法師塔 而劍塔是打在我們的女王身上 所以這隻寶寶龍也是非常的安全 可以幫忙打掉靠近2點外側這邊很多的建築物 女王的路線則是看起來非常的清楚 是會一路往4、5點的方向走過去 所以在3點外側的地方就在這個時候補上了老頭 跟著我們的女王一起走了 那沿路我們應該還可以順利的打掉對方的這座火箭 高本的天女滑步真的是需要很有耐心 現在我們必須要等到我們的天女 走到靠近對方這座火箭的地方 才可能將對方的援軍引出來 並且同時處理對方的女王 現在我們的女王走過來了 但是還沒有打到對方火箭的時候 火箭就已經直接打在我們的天使身上 所以在這邊就直接下了一罐狂暴法術 加快我們女王推進的速度 在這邊也將對方的援軍引出來了 所以下了一罐毒藥要讓我們的狂暴天女 解決掉對方的女王還有對方的城堡援軍 現在看起來是滿順利的 已經打掉了火箭、打掉了女王 然後援軍也要處理掉了 我們的女王就會繼續的往5點的方向前進 哇這邊還有金庫在這裡 所以真的是非常浪費時間 等到我們的女王再往下走 扛住這座加農炮的攻擊之後 結果她就在靠近5點外側的這個地方 下出了炸彈人 開出一個城牆缺口 要讓我們的天女從這個缺口走進去 然後在6點外側的地方 下出了援軍的滿級石頭 要讓這顆石頭 扛住對方大雕的攻擊 接著在後面再跟上了藍胖、皮卡還有蠻王 現在我們的皮卡士外面下一隻、裡面下一隻 下得非常的精準 然後一隻皮卡跟著我們的雙王 還有一群藍胖走到陣型的裡面 在這邊下了一關狂暴法術 讓他們快速的秒掉對方的大雕 然後在陣型靠近中間的地方 下了一關跳跳法術 讓我們的部隊可以跳到對方陣型的裡面 秒掉對方核心的幾座電塔、X母 還有兩座火塔 現在是開了老頭的無敵 然後在對方核心的地方 再丟下了一瓶狂暴法術 哇這狂暴法術真的是一路護送我們的部隊 走到對方陣型最核心的地方 雖然進去核心的部隊感覺數量不多 但是也順利的直接將對方的核心 通通都秒掉了 而且石頭還活了下來 還沒有爆開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那至於在陣型外圍的地方 其實有皮卡在前面扛著火力 所以後面跟上的女巫還有藍胖 還是足以打掉對方靠近內側 與外側的建築物 然後慢慢的往12點的方向推進的 在陣型中間的地方 我們的女王現在是殘血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的危險 然後老頭還跟在女王的後面 現在把12點的這些防禦建築打掉之後 哇女王真的是只剩下一滴血活了下來 我們的皮卡兩隻都還沒死 然後就直接推完了陣型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舊的這批陸軍部隊 一共是用了五瓶狂暴法術 可以說是一路就狂到底 真的是太厲害了 好最後就是這樣拿下了三星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 部落戰精彩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的部落現在一個禮拜打兩次部落戰 如果你也是對COC與部落戰有熱情的玩家 歡迎八本以上的活躍玩家們 可以加入我們一起並肩作戰一起同樂 現在加入我們的部落必須要輸入通關密語喔 通關密語可以到我們的部落網頁上查詢 我們下次見 拜拜